您好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 中方的伤亡硕制 始终被深度遮掩 也就是说中共没有通过任何一种渠道 宣布过中方的死亡以及伤残 印度则是隆重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仪式 对那些伤残对那些阵亡的以及伤残的军人 进行了高规国的扶恤 而且印度是非常认真地在河谷里打捞了每一具尸体 包括它的最后找到了任何一个失踪者 也就是说确认了所有失去生命或者受伤的人 但是中方到底有多少人呢 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但是呢都不倾诉 人们只知道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呢 当时呢印军呢 大概只有二十多个人的一个巡逻队 因为带有这个巡逻和这个视察性质 所以呢当时呢 他有一个将领 有一个中校指挥官在那个地方带队 这也是他们的这个传统 就是一般国际上军队像这样的这个比较危险复杂的地段的时候呢 往往中级这个军官呢 要带头去 因为他也能够了解情况 现场指挥 结果呢 有三百名共军呢 在附近埋伏着 突然冲上去 而且呢 手持狼牙棒 对他们进行攻击 这几十个二十多个这个印军呢 只好奋勇迎战 因为当时他们被截断了这个退路 他们一方面徒手与这个共军搏斗 另一方面呢 赶紧这个呼叫同伴来支援 这个附近呢 当时只有几十个印度人 因为印度兵呢 在边界的驻军呢 没有共军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共军是有准备的 而且呢 这是参加战斗的共军呢 我的分析呢 是有很多都是志愿兵 或是下级军官 是中共只在内部进行了选拔的 也就是说呢 这次行动呢 是习近平批准的 一次这个突击行动 就是想给印度人一点颜色盼感 也就是说呢 在不 大致不违反这个中印边境的 这个协议的情况下 给印度人 把印度人揍一顿 当时呢 因为中印边境呢 它有一个几十年的惯例 或者甚至明确的协议 就是说呢 双方呢 在争议地段的这个士兵的时候 不能携带这个枪支 就是任何现代化的火器不能携带 这是第一 第二不能带刀 也就是刃具 因为这两样东西呢 都可能会激起越来越高层级的战斗 所以过去几十年了呢 双方虽然推推上场 甚至前脚都有 但是呢 从来没有用枪 或者用刀打过仗 这一次呢 中共为了躲避 为了逃避这个规定呢 就是为了绕开这个规定呢 就专门 就是制造了狼牙棒 狼牙棒呢 是我们从中国的古书里都知道 中国的那时候 北方战争的时候呢 经常都用狼牙棒 就是在木头上面 安穿钉子 用那些钉子来打 狼牙棒的面积很大 而且很恐怖 主要是 它用钉子直接刺入人的身体 而且它能尸扯 一般来说 蓝牙棒挥到 扎到人身上过以后 往回一拉 就把你皮肉拉掉一大块 基本上一个人 就会失去战斗力 这一次呢 共军的这个突袭呢 应该说人数上 一开始是占绝对优势 后来呢 也是占巨大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印军呢 大概总共也就一百人 后来增援了几十人 七八十个人 总共就一百来人 参加了这个肉国战 然后呢 中方军队呢 又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拿牙棒 但是印军呢 后来来的这个士兵当中呢 身上带了这个匕首 从这个种种迹象来看呢 他们虽然 没有带那种长刀 因为印度如果要是带长刀的话呢 是不得了的 一个印度 这个希克武士 或者说一个 尼泊尔战士 他要是携带长刀的话 一个人对付十来个 手持拿牙棒的这个印军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印军呢 也不想违反 此前达成几十年的协议 所以说呢 他们只是随身 带着这个随身的护身匕首 请来作战 我们知道随身匕首呢 只能适合于 非常贴近的肉国战 只有在对方 没有什么武器的情况下 或者枪支 不管用的情况 子弹打完的情况下 才能用 因为匕首就那么短一点 对不对 你手里拿着它 就相当于一把水果 就比一把水果刀 强不了多少 在作战当中 它的距离太短 而且呢 一旦你的这个匕首 被人家一手抓住的话 那你这个 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主要就是说 它的这个 就是 也就是说 匕首呢 是最后的肉货 才有点用处 但是这场战争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中共的这个 史上惨重 因为前几天呢 流出了一张照片呢 是显示了一个 共军的一个军官 写着是它的这个烈士墓 而且呢 从总统迹象来看 它就是最近 死于这个中印边境冲突 最终能够确认 中国人死了多少呢 是最近流传出来 流传出来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呢 我对这张照片 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第一呢 从它那个 整个的那个墓地的周围来看呢 它是在一片荒野之中 就说这 体现了中共的这个墓地呢 就是不想让世人知道 但是呢 要给有限的军队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为什么 要立一个这个墓地呢 它主要是给军队看的 让军队内部知道 因为军队内部呢 如果死了以后呢 连个墓都没有杀了 什么待遇也没有 那就会让所有官兵寒心 将来就没有人 愿意为共产党打仗 所以说呢 它不得已 它一方面呢 又要向全世界 封锁消息 另一方面呢 它要悄悄地建立一个墓地 这就是这个墓地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这个墓地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前面有一个墓碑 说明这是 这个 这场战争当中 当然它自己比较模糊 我就是放大了 也很难辨认 但是它后面的那个 三处 这个墓群呢 暴露了 这是一块 这个是中共军队特有的墓地 这块墓地呢 分成三个部分 一部分呢 第一部分呢 是六个一排 然后呢 在下面是七个人 七个墓碑一排 然后在它的这个右边呢 则是这个八个人一排 这个是共产特有的规矩 因为呢 我在这方面呢 几乎是个专家 我在美国参观过大概超过二十个墓地 也就是说 对世界各民族 各地区 各国家的这个墓园风格 都有所了解 你不管是黑人墓地 白人墓地 天主教徒墓地 基督教徒墓地 犹太人墓地 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墓地 我都参观过 这个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墓地呢 它会有大有小 如果比如说 你看呢 我参观过这个 曾经的世界首富 这个杰皮摩根 还有这个洛克菲勒 他们的墓园墓地 我也参观过这个宋庆龄的 不不 宋美龄的墓园 我也参观过这个 很多就类似的这个大明星 或者富豪的墓地 他们只是规格大一点 大部分那种群体墓地呢 都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说 它都是平等的 比如说 美国乃至这个世界最著名的这个墓地 阿灵顿公墓 阿灵顿公墓里面的那个墓地里面的那个普通士兵 就是哪怕是一个刚入伍这个三个月的士兵 如果他阵亡的话 他的墓碑跟旁边的一个少将 中将的墓碑是一样大小 而且呢 间隔距离是一样的 因为那是公墓 那是国家的墓葬 就是他体现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就他们你不管你是一个中将还是一个少将上将 你跟士兵去见上帝的时候 你两个是平等的 你没有任何特权 但是中共不同 中共的墓地呢 都高低阶位 非常明显 你从 我以前参观过那个中共的那个 比如说最能够体现中共墓葬风格的呢 就是他的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面呢 最上一阶呢都是曲秋白的五个中共头目的墓地 他是在中心地带 就在那个墓棠那个周围 然后呢 再往外围去呢 这是沉积 每况愈下 比如说 再往沉移积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国原心 而且也是必须要达到这个 相当于这个上将 上将大将一级的那个墓地 然后呢 再逐次逐次 我最有意思的 我还专门看了一个南运的墓地 那个少将 他而且他每一个地方的墓地呢 那个 不光墓碑大小不同 间距最主要是间距不同 就每个人战略的空间不一样 他排列的都是非常整齐的 比如说 曾经那是个云南省主席 后来投靠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只给他一个中将待遇 我记得看了一个 少将待遇 南运少将墓 我当时心里想 那个 不不不不是南运 龙云呢 云南的那个云南王 我把他南运 南运是日本中将司令官 南运中医 龙云的那个墓地呢 龙云曾经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 然后呢 而且呢 曾经是西单王 曾经长期这个控制云南 他是宜族人 宜族人比较英勇善战 但是呢 他到了共产党 手里投靠共产党以后 只是悲惨地成为了一个少将 而且他的墓地呢 摆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 我当时呢 也是 我在那个 我独自在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 转了好几圈 就是为了看看 有没有我知道的人 所以呢 龙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一看 这个墓地 我就用专业的眼光来去判断 这个墓地 就是中共最近的这个墓地 有的网友呢 网友周玉田已经说了一下 总共是93个墓碑 这就可以确认 这就是中共 自己最近的这个伤亡所知 也就是93名解放军被战士 而且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他分成三个等级 我估计第一等级呢 都是这个军官 就是比如说连排级军官 第二等级呢 都是一些的军事 也就是所谓的志愿兵 就是成其服役的 第三个呢 这是短期服役的那种士兵 就是第三方块 他这个数目里面 你也能看出来 第一方块反而多 这就说明呢 这场战争是非常有准备的 这场边境冲突呢 是在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而且要求军官报名 很多军官呢 处于盲目的忠诚 所以呢 他挑选的都是一些的 共军里面 最善战的 最能干的军队 他面对的这个印军呢 显然是没有准备的 因为印军这次伤亡的主要都是 非常普通的士兵 而中国军队的这次伤亡的呢 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的连排级军官 其次呢 是一些的志愿兵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中共精心准备的挑选了 最优秀的解放军 来跟普通的印度兵作战 但是 而且呢 中共还有武器 长武器 应该说狼牙棒 比这个匕首要好用的多 让你任何人选择这两样东西打架的话 没有人会选择匕首 只有会选择蓝牙棒 因为蓝牙棒长啊 蓝牙棒你昏起来 敌人还没到跟前 你一棒的下去 就可以把他握到 然后一拉 基本上那个敌人就要扑倒 因为那个蓝牙棒那个刺 它总有一颗刺呢 会击中人体 挂住某一块肉 你一拉 人的一块肌肉 只要被拉扯开了 人马上就会晕倒在地 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了 所以说呢 狼牙棒远比匕首有战斗力 但是即便这种情况呀 共军占据了优势 仍然一百涂地 可以用一百涂地来形容 最后呢 显示呢 少量的 大概那个 这个印度士兵 几十个印度士兵 反而最大 剩下的一两百个这个解放军 就是手持狼牙棒和解放军 解放军到最后了 溃不成军 然后有的人甚至逃亡到这个 吉普车里面 军用那个 军用的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什么 东方 那个勇士 那个军车里面 结果印度兵呢 愤怒地拿着那个 扫石头 把那个军车给扎坏 再把人拖出来 踏死 上次不就爆发了 那个军车5BM 那个军车 那个东方战车 东方本市 那个战车 中共最好的一辆 一款军用的 这个 仿这个 美国的那个战车的 那个那个汉马的那种战车 所以你看看 共军的战斗力 所以为什么 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 共军对这场战斗 从来都是指指不提 原因清楚了 因为他们溃不成军 而且此后 没有再大的原因 也就是共军指导 印度军人 远比他们厉害 讲白了 中国解放军 就像一群羊 你无论怎么武装起来 无论挑选 哪怕最勇敢的羊 他终究是羊 他没有战斗力 他互相之间 没有信任感 所以说 从本质上 他是不能战斗的 印度呢 虽然很多人 也像牛一样 像羊一样 但是呢 印度有猛事 就是说 他不像中国那样 他是把一切人 都给弄齐了 都给 都给制服了 都让所有人 趴在地上 做牛做羊 印度呢 比如说 他的很多少数民族 都是非常凶猛的 像他的那个 印度周边的那个 尼泊尔的那个 库尔康门市 那是亚洲 一流的这个战士 在欧洲 也算是一流的战士 就是几乎可以 跟瑞士人相提闭 然后他的这个 西克人 还有很多 其他 还有好几个 七八个 十来个少数民族 都是非常凶猛的 就像狼群一样 他那个作战起来 这一次就能看出了 印度的普通士兵的战斗力 远远超过 精挑细选的 中共精锐 共军呢 以前呢 有点战斗力的 那是因为 有苏联人调教 苏联的制度 在那起作用 但是呢 自从一九五六年 毛泽东 跟这个苏联人闹翻以后呢 可以说说 中共军队就 每况愈下 就是说呢 就像这个 就是说 他的这个实传了 就是苏联人 传过那一套东西 已经现在在共军当中 都不会使用了 以至于 现在的共军呢 已经 根本没有战斗力 其实共军呢 在这个中越战争的时候呢 就是大败亏数 省事巨大 如果现在再去打仗的话 可以这么说 将会一败涂地 就像这一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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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